American Jay 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的FIT VIRAL 要活下去 這集就要帶來絕命尬槍單人模式的刺激攻略了 好的 相信這個模式大家已經玩過啦 他現在已經有一個單人可以自己玩絕命尬槍的一個模式 對 我剛剛就講了一次 今天這一集我就為大家帶來我的玩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絕命尬槍的部分呢 你只要在每週六跟週日的話呢 晚上六點過後就可以開始玩這個模式了 然後這個模式呢就是只有你一個人 然後面對其他19個敵人 一場大概是20個人為一場 因為可能怕人太多很混亂 然後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呢先不要跳傘 對 因為一開始跳傘的話呢 你會遇到一大堆的敵人 今天這場是 今天這集要主要教大家怎麼吃雞 不是教大家去殺敵人的 殺敵人後面再教 現在分享就是說 你先不要跳 你看人多的地方先不要跳 人少在跳 這樣你的資源才不會被分散掉 因為 像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曾經有跳資源區 一開始就降落了 然後呢 大家死鬥 死鬥來死鬥去的 最後沒有資源 然後我也死掉了 結果我殺五個人好了 沒有資源沒有補包 我死 OK 現在這邊呢 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 收集 BUFF 就是物資的部分 像現在我剛好看到後面有敵人 先不理他 在我拿到 紫色 BUFF的那個充斥劍以外呢 之前我是不殺敵人的 除非敵人來抓我啊 我才會跟他拚強 對 現在盡量讓我的車輛先升級 然後綠色的BUFF是 補生命力的 就是我們的下面那一條白色的 畫面正中間下面那一條白色的 紫色這個的話呢 可以拿到車輛升級跟 維修 的那個 版首 我現在還要 一樣要先拿到東西 然後你可以看到左邊有兩個按鍵 上面那個版首就是 維修 車輛 車輛受損 現在是98% 他是有受損狀況 左下角那個就不用看了 不用講了補包 現在補包7個 然後像我在角色的話 盡量能夠拿到10個補包跟10個 維修包是比較夠用的 然後再來你們可以看到右邊下面有一個 畫面是 車輛升級的部分 如果 你可以讓你車輛升級的話 他圖片會變不太一樣 好這邊開始的我要先拿一些 支援 然後紅色的話呢是可以拿到彈藥 獲得機槍彈藥 所以可以看到我上面 他有機槍然後機槍是自動 攻擊敵人 不需要去開槍 只要敵人在附近的話呢 你的機槍會自己轉頭去打敵人 然後攻擊力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一下 就是會 這樣攻擊 然後飛彈的部分呢 就是 等一下會用給大家看 就是右邊 上面那一顆 飛彈按鍵 橘色的話可以增加你的導彈彈藥 是導彈 就是飛彈 差不多 好 這邊呢 先多吃一些補包 我現在想要盡量吃到10個 然後再開始跟敵人 開始使鬥會比較適合 剛剛看到還有 我這邊直接衝這個 小島這邊 聖陶殺這裡 然後這個模式 如果大家想要吃雞 我建議你一開始就是盡量收集物資 你的存活率越高 後面敵人減少的時候你吃雞率越高 然後後面我再分享如果說 你想要殺敵人的話 怎樣殺可能比較多 可是基本上來講其實 這個還是有點玉器成分 因為有可能你今天 遇到敵人是背對你的 那你是比較容易擊殺敵人 因為你一定要在後面 你的導彈要有一定的距離 比較好適到敵人 因為他可以瞄準 然後現在這個 毒圈要來了 現在準備先逃亡一波 盡量的 盡量的迂迴 等一下我要找敵人的時候 我用S型的方式去找敵人 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S型移動方式會有 吃buff的方法 比較好吃到buff 因為buff的話 這個地圖都很多 然後每個顏色代表不同的 呃功能 好這是紫色 吃 好這獲得休禮包 那我的補包有10個 休禮包的話是9 目前沒有到敵人 那如果遇到敵人的話呢 你一定要盡量的 一直跟他繞圈圈 到他背後以後 去猜 會比較好 會比較有優勢 像絕命剛才的優勢就是 呃敵人 敵人在你前面 你在後面 你有比較大的優勢是因為 他們要導彈射不到你 導彈一定是要敵人在前面才射得到 他們要把往回射 除非你可以 空中旋轉一圈 然後直接射到後面 然後再轉回來 好這邊 沒有什麼人 不過一樣先收集物資 然後 每個玩法不一樣 如果你看到敵人想要殺 你就衝過去殺 跟他拚沒關係 先獲取一些經驗 以後你之後玩這個模式 會比較得心應手 然後這張地圖是白木打 所以 敵人來了 好這邊就是 敵人一開始追逐我 我也不會放過他 因為我跑的話 反而會臉色 我盡量會在他屁股後面 盡量 不要讓他 頭對到我 好 在屁股後面 到我圈圈 然後一邊要按補包 一定要趕快按補包 一定要趕快跑到他後面去 喔 危險危險 我沒學了 趕快補回來 補包一直狂按 好 現在就是要 看誰死了 好OK我在他後面 他現在應該是狂按補包 好 最後 包到導彈 他想跑 他卡住了 OK死掉 擊殺這個敵人 這個方式呢 剛剛其實這個 玩家他的攻擊 火力是蠻兇狠的啊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損超多血散就GG了 而且我現在防裝也壞了 好我們現在呢 要趕快的把補血給補到定位啊 絕對不要是殘血的狀況啊 好現在要盡量拿一些buff 綠色 就是你一邊開車 只要可以經過的地方 拿得到的就 全部都一定要吃掉 你今天不吃掉會被敵人吃掉 所以盡量能吃就吃 然後我現在這方式是 繞著縮圈跑 所以圈外面 比較可能會有敵人在外面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在後面 盡量慢慢的在縮圈的時候 就往中間走 然後圈在你後面的時候呢 圈會成為一個你後面的防護罩 這邊我們剛剛 學鬥玩的東西趕快吃 不要讓敵人有機會把東西吃掉 你有看到吃就趕快把他吃掉 好這邊看起來有一波 惡戰 現在只剩下最後4個敵人 我現在看後面有敵人了 好 好現在這邊 哇哇哇哇 放到下面去了 好卡住了 卡住了 好這地方還不錯 剛好是斜坡 飛彈也比較打不到 現在可以看到左後方有一個人 可以去抓他看看 其實只要有衝刺劍以後 你要殺敵人比較好 比較好殺 因為可以追擊他 然後你也比較好逃跑 有敵人來了 好我們現在跟他拚 喔 喔 要殺用衝刺劍跟彈跳劍 躲子彈 然後跟躲他的飛彈 最好是飛彈飛過來的時候 你就按彈跳劍 可以躲過那飛彈的攻擊 好現在就在後面 我故意降速 我讓他跑在前面 距離太近的話 飛彈比較射不到 我會保持距離 你看喔 就是保持距離 好開過來了 他彈血了 他彈血了 好他現在彈血了 基本上我現在已經是優勢了 OK 擊殺 就是不要車貼車 車貼車的話導彈會射到 後面去 然後你要射到他的話 你保持一定的距離 大概是三個車身 所以 敵人 他降速的時候你也要降速 他降速的時候你就追 你就盡量跟他保持一個距離 導彈比較好射到 然後導彈是自動追擊 通常直線比較好射到 然後你也可以按住 他會有一個瞄準 然後我是習慣按一下 讓他直接飛出去 因為我要 還要按很多按鍵 所以我會習慣 直接按攻擊鍵 只要敵人 他的位置是可以的 我才會 發射導彈 如果說 位置是很近的 我就不會按導彈 因為不想上飛導彈 好 導彈我現在已經有668超多 現在是他最後的敵人了 最後敵人的話呢 如果是平地就可以直接抓他 如果是斜坡 我建議找一點 找最後的決勝點 在那邊等他 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如果決勝點是斜坡 你今天車子滑下去的話 被毒箭堵就堵死了 他就直擊了 所以這個部分平地的話你可以抓 如果是斜坡的話盡量找個點 伏擊會比較好 好現在找他的位置在哪裡 最後有敵人 現在主要是非常刺激喔 所以不是殺的 欸 什麼 這是什麼回事 光速消失是不是 他剛剛光速消失 這個這有點誇張 極速不見是不是 這是什麼回事啊 超音速波砲什麼的吧 好我不知道他可能吃到什麼極極的加速器吧 應該應該是一個小bug啊 我看到敵人了 好上用左上角地圖 好我現在呢 這個位置非常好 就是這個距離 基本上都中 好他殘血了 他殘血了 他沒血了 最後決勝了 最後決勝了 讓他過去 好這個的話他一直跟我繞圈圈 我就要跟他繞圈圈 千萬不要開太遠 就是跟他繞圈圈 他殘血了 好決勝不了 這邊機槍做幫忙打 好這邊靠太近的話 飛彈會射不到 大家注意看他彈道 距離夠遠 比較準 我現在進到抓距離 我卡住了 好好好 他殘血了 補包一定要一直按 一直按 有機會就按補包 不要再補包停下來 這個也是高手啊 他一次狂按補包啊 是他沒有 但已經算是中他很多方 好來了 最後了 拉遠距離 刺激 OK 他說殘血應該是被毒死啊 好 擊殺三個玩家成功的在 單人模式絕命尬車 吃雞 好今天這集呢 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吃雞的話 建議你一開始先不要跳太多的地方 先蒐集物資 一定要先吃到噴射器 因為噴射器除了追擊跟逃跑 還有你卡住的時候也很好用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要靠你自己的戰技了 盡量不要讓敵人在你後面 你一定要在敵人的後面 對 這樣你的導彈的距離才容易去擊殺他 對然後再來就敵人追你的時候你就跟他繞圈圈 跟他繞圈圈 千萬不要讓他 有機會 射導彈 因為繞圈圈的話他導彈比較容易射到你 傷傷 傷害率比較不會那麼高 所以你就用繞圈圈的 好希望大家呢 看完這影片後也可以成功的在 絕命尬下單人模式刺激 後面的話我會繼續介紹FeedFive攻略的情報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幫我喜歡 可以幫我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看更多的攻略 都在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